我最近已经跟菊姐道歉了 我先再道歉一次 现在看监察员都报告很有趣 之前朱国荣不是跑掉了吗 那跑掉之后呢 不是讲说坐汤啊吗 不是坐汤啊 坐游轮出去 那妙的是海巡署知道 海巡署知道 那海巡署都已经上了船 上了船说 知道这个船跟朱国荣很犯气 上面搜了半天 结果没有搜到 朱国荣藏起来了 我就想你海巡署 怎么可能让一个人在船上 藏起来你不知道 今天对不对 我觉得搞不好是海巡放水 其实这件事情 江湖上非常多的一个船员 朱国荣他的保释金是多少钱 是五亿元 五亿元他应该每天去派出所报道 竟然五天之后人才不见了 人消失五天之后警察局才知道 你说五天没有签名 对 都没有签名 好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就讲说人家是坐汤啊 汤他什么意思 渔船 渔船他藏在哪里 船在舱桶下面 所以在这一趟 人家坐的是游艇 豪华游艇 结果那时候他传说 海巡好像有听到风声 有去登船检查 但是这都是江湖传言 我们也不敢乱讲 新闻也不敢乱写 结果检查院就报告出来说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还有这个影像掉出来 他那个游艇藏在哪里 藏在他下面的舱里面 下面舱里面的话 海巡那边上去 弄了多久 就这游艇 对 上上下 你看橘色的很清楚 上上下下弄了27分钟 27分钟之后 这只是游艇 那个时候大家想说 你在海巡在搞什么 你游艇查不到 因为是游轮吗 游艇就两舱而已 你只要打开 你下去就看到了 你怎么会查不到 所以大家就讲说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被他查出来了 另外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你看 朱国荣 因为他犯案涉嫌重大 所以他的交保金是5亿 然后这个是哪里 信义分局 山上里派出所的签到报告 你每天都要来签了 山上里派出所 他也把它调出来 这个就来 9月2号 9月3号 9月4号 9月5号 9月6号 9月7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当时候大家就说 没有啊 我们怎么知道 他又不是每天要来的 这个不是每天来吗 对啊 你不觉得有一个人 他每天7点要来报到 9月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后面你的布设空白了5天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然后呢 人就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呢 他们过了这么久 9月8号没有报到 9月12号才发现 然后什么时候去抓人 9月15号才拿银票去抓人 这个太神奇了 你9月报到 你应该当天就知道 当然 过了几天 你真的是忘记 那你9月12号发现 你应该9月12号就去抓人吧 你大家怎么会 大家等一等 大家等一等 等了三天 走 我们去抓人 所以这些来讲 大家都觉得说 他出发之前 他逃亡之前 还跟警察局的高官聚会 这些东西来讲 你以前都觉得是江湖传说 可是以这一次 监察院的报告来讲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